下一件事情 我现在想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下 就是说 当圆形图来去做比较的时候 好 你看一下 我们为什么要 就是说我们已经知道说2021 它的一个进口需求特别高 成长了大概30% 对不对 昨天好像有 昨天好像讲27点多 记得吗 反正就是成长很多就对了 那到底是哪一个国家是成长还是衰退 这是我们希望知道的事情 好 所以我们画了圆形图 当我点了一下这个 这个叫做2021年 你有没有发现它变成长这样子 我稍微再放大一点给你们看 请问这张图 你光是要了解 哇天哪 你有没有发现说 你要花一些时间来去解读 对不对 而且它在里面很小一点点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所以 你透过这个联动的方式 点了2021年 哇 它都好小 你根本就没办法去解释 那这时候呢 没关系 我们用别种图来呈现 好 例如说 例如说 竖形图 竖形图 好 那怎么样快速去画竖形图呢 好 我们先把这边先关掉 有听懂 圆形图其实是不容易比较 但是它在那个分类里面 其实还蛮容易的 所以呢 如何快速产生竖形图 那我们就直接把这张图复制贴上 可以吗 复制贴上 我想这应该没有问题 相同的 相同的一个内容 我改 视觉 效果 就是 复制贴上 我想没问题了 然后主要是要介绍这个竖形图 就是 选取到 这一张图 然后改成竖形图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 它一样是用比例的方式来去呈现 例如说当我点到202 它变成这样子的呈现方式 由于 写总 那么 前半 走 写穀 写不 写快 啊 写呢 可以 写不 写不